蹦的一聲 喜哥車卻猛撞洗車機的吹風 橫桿工讀生都看傻了眼 釋出必有因 來 畫面倒帶 你知道為什麼要離他那麼遠嗎 因為我怕他是新手 第一個看車牌 第二個這台車應該他很不熟 他剛剛要進來 這一個洞對 打磚了三次 後方車主防禦性駕駛 觀念超強 他話才剛說完 國正沒意外的話就要出意外了 完了 簡直是神語言這台車 真的撞到了洗車機 奈安耶 有設備軌道這些都是固定的 可能是什麼 有打錯檔還是什麼 可是對方是覺得沒有 所以就是還不知道 反正我們這邊就是 已經報警處理了 跳過滾輪 對 我們要推他輪子 但是他沒有 他直接衝 跳過我的輪桿 再跳過再跳過 還沒輪到他 他就衝了 事發在5月3號傍晚6點半 台中五泉路上的加油站 洗車機被撞壞 無法使用 以叫廠商來維修 料性女車主也報警 要釐清原因 我比較小心 因為要確定都好了 然後才會讓他進去機器裡面 不然蠻危險的 其實加油站最常見的 就是這種隧道式的洗車機 是由滾輪帶動車輛 在機器裡慢慢前進清洗 收費比較便宜又快速 另一種是往復式的洗車機 以人工刷洗讓車停在定點 由機器自己移動 收費比較貴 加油站也提醒 要進到隧道式的洗車機 一定要記得打空檔 駕駛也不能握著方向盤 也不能踩煞車 其實無論是哪一種洗車機 只要粗心大意都可能出事 東三希望 汪獻聯網俊傑 張超雲在台中的採訪報導